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Time Primer 让您了解各类故事的频道 今天的主题是古代妃子炫葬方式 炫葬是指在古代帝王陵墓中 随葬有一些嫔妃 宫女 太监等人 通常是在皇帝驾崩之后 按照一定的程序 执行将其杀死或自杀的仪式 以便在死后继续服侍皇帝 或是死后鬼魂能震慑到墓贼 进而保证皇陵免受侵扰 在古代 殉葬制度是非常残酷的 被随葬的人通常都是被迫的 而且常常是无辜的 皇帝驾崩后 皇后和皇子通常不会随葬 而是由他们来安排殉葬的人员 古代女子地位低下 特别是在皇宫中更是如此 这种现象在皇帝驾崩后 表现得淋漓尽致 许多嫔妃都成为陪葬品 古代中国妃子殉葬是一种常见的仪式 主要是为了表示对一股皇帝的忠贞不渝 和对其生命的真实 妃子殉葬通常是在皇帝死后 将其最宠爱的妃子殉葬于其墓穴中 以便在阴间保持忠贞不渝 这种做法始于战国时期 但在唐朝和明朝时期达到了顶峰 虽然妃子殉葬已经成为过去 但这种古老的传统仍然在中国文化中广泛存在 并被许多文学作品和电视剧所描绘和传承 殉葬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坑杀殉葬 刺毒酒或白灵殉葬和灌水银 其中坑杀殉葬是最常见的方式 宫女和嫔妃在皇帝安葬好后 被集体关进了宫内 由于地宫空间封闭 空气稀薄 嫔妃们最终会因为呼吸困难 含恨止息而亡 赐毒酒或白灵殉葬是另外一种常见的方式 在执行当天 所有殉葬名单上的宫女和嫔妃 都会被赐予一杯毒酒 或一条七尺白灵咬结一声 如果不从就会遭到太监强行实行 最后一种方式则是灌水银 这也是最为残忍的一种方式 太监在嫔妃睡着之后 在其头顶开个小洞 再将水银注入其体内 虽然这种方式极其残忍 但却能千年不服 保证陪葬的嫔妃容颜不变 殉葬的残酷方式 也引起了许多争议和反感 在明清时期 一些皇帝试图禁止殉葬 但大多数的诏令都无法完全执行 直到清朝的光绪年间 才正式废除了殉葬制度 然而 殉葬仍然是古代社会中 一个极具争议和伤痛的议题 也是一段极具震撼力 和传奇色彩的历史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小伙伴们 记得订阅 追踪以及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